台湾 排骨好吃喔 焦炖排骨一大勺 繞進碗裡 十全家味湯 有白勺 白竹 枸杞等中藥材 隨著疫情升溫 受到大陸出口限制 藥材包從一百漲到一百三十塊 像是十全大補湯 這個大鵝松能相的一個方藥 它其實裡面包含了 就有黃旗跟稚乾草 這兩個補氣的中藥 其實因為台灣的中藥 是很仰賴大陸的進口 像統計上來講 大概有八十五到八十七%左右的中藥 它都是從中華大陸進來台灣 台灣自己的產量是不足 而且不完備的 溫補的核手屋雞湯 用到枸杞當歸 核手屋 黃旗等中藥材 像是黃旗就從一斤八十塊 漲到一百七十塊 枸杞漲十塊錢 可泡養生茶的金銀花 大陸現在禁止出口 目前從一斤六百塊 漲到九百塊 黃旗稚乾草 加上枸杞 在中醫方面能補氣 防疫期間很搶手 但國內中藥材 幾乎是互存互相釣用 若疫情持續大陸貨源進不來 未來藥材價格可能再攀升 三雄 黃旗城吃老千 跳過道